本来关心在新北市这名男子真的有够夸张 因为他跟前妻现任的男友有纠纷 就找朋友来喝酒诉苦 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就这样为了意气相挺 卖了武器直接冲到被害人位在板桥的家中 来按门铃跟破坏大门 而被害人也心生畏惧提告恐吓 光天化日下直接一名白衣男 手拿武器怒气冲冲往前走 两名同伙跟了上去 三人就在公寓一楼门口不断大声叫嚣 见无人回应干脆直接冲上楼 几分钟后三人就跳回车上迅速离开 住家大门好几个凹洞不只这样 当时连电铃都被砸毁不堪使用 看得出来对方下手凶狠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捷运张子翠站附近 原来动手的七姓男子 当天凌晨到临森北路酒店喝酒 跟夜姓友人还有酒店干部诉苦 说前妻和另一名刘姓男子在交往 双方更多次因为赡养肺和小孩问题 在网路上起口角 两人看他心情不好 立刻说要帮忙讨公道 三人越想越气 直接从台北搭车到板桥 过程中还先买了一把武器 直接冲到了被害人的住家门口 砸毁对方的大门几门锁 受害的刘姓男子 事后到派出所提告恐吓和毁损 动手的齐姓朱仙被依毁损罪 判拘役两个月 可一颗罚金六万元 燕姓和陈姓同伙只有叫嚣 没有动手不涉及毁损罪 但恐吓罪三人也都不起诉 让被害人无法接受决定上诉 是因为今天被害人并没有在屋内 所以没有直接听闻到这些叫嚣 或者是毁损的状态 因此也没有符合刑法305条的 恐吓心声畏惧 为了帮朋友出气 组球棒队寻仇这一期用错地方 接下来上法院还得一起作伴 接下来林文无上线新北战末头 在早上 这就能遇到 前几年 明天 粉丝 有人 会 人